下個禮拜就是端午節了 但是今年市面上有7成的粽子 都漲價了 我們今天特別到市場去走了一趟 這業者就喊冤說 現在食材漲得真的 你很難想像的 這甚至在綁粽子的這個棉繩 都要漲價 所以他們其實是不得已 才會調整價格 但是現在端午節 碰上了疫情爆發 但是該送的禮物還是得送 所以說現在粽子禮盒的銷量 大增了四成 端午節腳步接近 整個南門市場飄散粽葉香氣 但今年萬物齊整 從鹹香鮮肉粽到香甜豆沙粽 各個漲價5到10塊 包括粽葉 我們再講最簡單的 這個棉繩就好了 一棒就要漲30 五花肉去年90 今年150 你就認為那個肉粽它會不會漲價 只差沒有邊包邊探氣 因為從大塊的五花肉到 混原糯米成本多了三成 甚至就連進口的粽葉都在漲價 根據行政院消保處調查也發現 今年市面上有73%的粽子品項都漲價 漲幅在兩成以內 你不是天天在吃的東西可以接受 漲到多少都還能接受 應該一成以內 單顆單顆賣的粽子 銷量多少受到打擊 但大飯店不會放過這場重量級商機 連續兩年端午節都碰上疫情大爆發 但是飯店有了去年的經驗 今年的主力都放在粽子裡盒 業績反而逆勢成長 水藍色包裝的粽子裡盒 吃得到主廚特製的紫米雪蓮粽 想嘗鮮還有綠豆人或橄欖菜 疫情下禮粽情易粽 吸引商務客群 疫情期間公司行號為了減少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所以會採用送禮的方式 來維護企業之間的感情 疫情持續民眾減少外出 能冷凍保存的粽子裡盒 也成了防疫存糧 從一顆2000元的龍蝦鮑魚粽 到經典口味 蒸了就能吃 電商平台發現粽子銷量 都比去年成長45% 看來不能旅遊放風 就先靠吃好好放縱 東森財經新聞 劉子騰 劉志在台北採訪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